好,那請林委員歡迎 感謝主席給戴華正一個通農 那我們有請主委 請陳副主委 委員好 那針對這一個,本席想請教 如何目前你們的未來廣電政策及修法方向 如何打破有線電視的系統與內容的熔斷 如果目前有線電視幾乎是被大財團熔斷 我想很清楚,51個有線電視的區域 就有35個是寡占 但是很有趣的是,這35個寡占的區域當中 其實大概就是幾個,三家的財團在熔斷 所以說在他們,在記得立下他們來個不復不侵犯 所以在目前,這個新進者他是沒有資本的 那也沒有這個市場的優勢 那寡占的現象還是無法打破 所以我想請教副主委 你如何讓新進者,如果他是符合你們的 所謂提供數位化的技術與服務 那政府怎麼幫他進入市場 怎麼打破這樣壟斷的情形 跟年齡委報告 這個部分長期以來 剛剛委員都很清楚 有大概39個區域裡面 都是獨佔的 就是只有一家 那我們現在來講,除了這個法在修以外 國家統一財團委員在上個禮拜已經通過一個 就現在要重新公告 一公告,公告以後就任何人可以隨時來申請 那申請以後他如果有新的優勢 新的方法做進來 那很快我們就依照規定就會核准 那核准進來以後 新的跟舊的就在會競爭嘛 那如果新的提供好的品質跟好的價錢 那可能消費者就會來定這個新的 這個親進的整個部分 所以我們基本上是從結構的部分來改變他們 讓他們能夠競爭 有比例嗎?如果照你講 目前說這個新舊都可以來申請 可是舊的也做得不錯啊 他更會寫企劃啊 他更知道市場的趨向啊 那你怎麼幫助新的人 即使新的他符合你的條件 他就是提供數位化的技術跟福 他有啊 可是你沒有一定的比例保障 你怎麼讓他進來呢? 不過跟委員報告 這個部分剩下的就是說 新進跟基準業者如何去競爭 在這個部分上來講 我們的看法是 讓他們在商業機制上去競爭 所以還是放任自由市場 所以自由市場還是由固有的財團去壟斷 所以這個方案是 就是沒有辦法落實啊 這個部分我剛剛講過 在我們的法上也很難去說 OK你寄存業者 所以你這個根本沒有 你這個未來廣正方向還是由這個財團 那個一再的獨斷嘛 所以讓我們的品質 我們相關的這個樂聽人 相關希望有的公民社會 所以我們所期待的相關的一個提升的內容 是沒有辦法期待的嘛 內容的部分是衛廣的部分 那個衛星廣播電視的部分 我們是另外一個法 就是讓他們做節目的這個部分 我們有另外的處理 那我剛剛講 那我想這個已經很清楚了 就是表示你還是沒有辦法新救當中有一個比例的 讓新的人有一定保障嘛 那永遠是沒有辦法 是不可能的嘛 所以你這種解釋是 我知道 我知道 那再來 再來我們這些地方系統的財團 也是重要頻道的提供者 擁有者 那你如何 他們如果抵制 不把這些 這個內容呢 提供給新進的業者的時候 那你們怎麼辦 我們在這次的衛星廣播電視法裡面 有做一個 杯葛條款的禁止 你不可以說 給A不給B 那如果 人家來深入 被我們查證事實 我們就開始處理 好 這個時候我們就有處理 所以我想 你們的這個法 這個政策的規定 我希望 是 不是希望 是希望強力的要求 是 如果你這個是做真的 是真的 如果你們沒有被財團壟斷 那你就是 心要想想 你們大家都是學者 我跟 都是學者 就要想更清楚一點 想完之後 就要解決問題 學者在學校 是了解問題 坐上行政系統 這個位置就是解決問題 是 所以請你們在這個條文 明定 如何禁止垂直 垂直壟斷的業者 做出不公平的競爭 是 所以剛才我提到的 你如何幫助 新進的這個業者進入 如果按照你還是這句話 叫做任由自由市長機制 這個根本齁 不要來問本席啦 問一般民眾啦 做民意調查都知道啦 那你這個副主委 就我看也不用做了 你就枉費 公募人家心的 這樣人民 這個基層來講 他們的那個苦心納稅給你們 我知道 我跟委員報告 你根本沒有一個公平的機制 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這次要修 就是要把 剛剛委員講那個 獨佔壟斷先進去打 那你還是告訴我自由市場機制啊 不 這個就是市場自由 就是他現在的獨佔壟斷 我們就要先打破嘛 讓別人可以進來 那表示說你現在不是自由市場機制嗎 現在的壟斷狀況也是自由市場機制啊 這有兩塊 兩個狀況 就是他區域的獨佔 就是你的規則沒有 在這個儲利啊 這個這個心力儲弊的部分 你沒有做很有當當的一個規範啊 我跟委員報告 本期就提醒你到這一點啦 另外一個部分 廣電電視法的問責機制跟自律規則 在你的報告當中啊 這個我也看了齁 這有點毛骨悚啦 文字是非常的動人啊 NCC過去幾年你這個揮大刀啊 都讓人家覺得別有所圖啦 怎麼說啦 你現在主動說 要成立內容委員會 這馬上讓到本席想到什麼 這個選委會啊 大馬英九的大法官啊 每一個學歷都漂亮的不得了 結果呢做取決策來喔 我看就像鋪帶季的那個 那個什麼 鋪帶季那個什麼素環針啊 外表先例啦 結果做事情都看善口指示 學者都一樣嘛 這個怎麼會說一個公平正義的一個堅持 我再問 你現在對於這個平穩的問責啦齁 現在實在是不需要再幾個博士來做內容好壞啦 本席具體建議你來看 你來聽看看啦 希望內容委員會的成員 不要批只三五個或十七八個 你就大膽的批 批兩三百個 你新聞學者一百多個 醫學工程法律相關的 都再也批一百多個 公民 也兩百多個 然後到時候再從這個名單張去抽 抽出來之後 你可以是新聞學者的部分四分之一 然後我們爭議相關的領域的 譬如說你要審的那個案子爭議相關的領域的 你可以再抽出 這個四分之一公民代表二分之一 那我覺得你不要認為這是兒戲啊 陪審團的制度 美國這個的陪審團制度就是這樣做的 目前台灣的公共工程也就是這樣做的 從一批學者出來 從一批的名人抽出來之後 再抽 我知道 對那為什麼我們要這幾個幾個 只有這幾個 而且都沒有換過的這幾個學者來做壟斷 難道他就壟斷所有台灣所有的內容 這個整個產業這個內容機制相關的 這個廣電相關的這個政策的決定嗎 民眾這個就是有點不好意思啊 這個自我感覺良好啦 或者所謂的精英政治啦 完全跟民眾是脫節的 我跟委員報告 你剛剛講的這個 先建立一個專家學者資料庫 才會在四個案從中間抽取 相關的利益的人 再來公民 一般公民只要符合 我是中華民國國民的 都可以來 工程會也是這樣做 我知道我很清楚 那為什麼NCC不難 NCC現在有一個叫做節目內容 諮詢委員會嘛 另外一個就是說 包括深色患燥的 還有評鑑的委員會 我們都會炒剛剛委員會 現在正在修理 處理這個一塊 那現在的這個委員 大概原則上是一年一換 一年一換 多少人 大概有十七個 十七個 太少了啦 那還是那幾個 那幾個 那幾個這個學者在用嘛 我覺得你應該把你的 既然我們講到說是一個多元 對 你除了學者專業 我尊重他的專業 但是你相關議題的 生意的 相關的這個 呃業者也好 或相關理應的專家也好 譬如說我們說 啊醫療廣告號 你節目廣告號 譬如講醫療的 你就特別在這個醫療的部分 去取相關的學者或相關的醫療現場的人 再來開放一般公民 你這些人你的資料庫可能就是一千多個啊或五百個啊 你再抽出一百個 一百個當中你再去抽 抽出那六十個 我相信這樣的隨機 會更這樣的品質 我相信更符合民眾的需要 我跟委員報告 剛剛你講的 我們現在的規模比較小 我們的 所以我請你擴大 你要不要研議啊 要不要研議擴大 會會會擴大 擴大到多少 現在就是要帶回去 現在是三十九個委員 太早了啦 從中間抽 那第二個就是說 剛剛你講說 要擴大到 譬如說一百或多少 那這個部分要去看他的學者專家 各方面的層次 我們會去研討這個部分 台灣人才技技啦 我知道 不是只有那幾個學者啦 不是只有十九個學者啦 公民的數值 要相信台灣公民的數值啦 我跟委員報告 這是 節目廣告知情是第一個階段 很公平 第二個階段 真正在做採處的時候 還要送到大委員會來審議 這個是兩個階段的審議 不是在那個 節目之前委員會 就做了決議就OK啦 所以基本上 不至於說 剛剛講說 會產生完全獨斷的問題 因為委員會還有最後 要審議的權利 這跟委員報告 那我希望能夠納入 我希望能納冠 公民 我同意 以及相關這個 你要審議的那個領域 我知道 的專家學者 或者是民間團體也好 民間團體 對 相關領域的 你就請來啊 現在公民團體都已經進去了 民間領域也都進去了 這個都有進去了 那剛剛我講過 我們這個節目 剛剛之前有39個 委員的建立很好 我們回去 是不是給你讓他擴大 一定要擴大 一定要擴大 39個太少了啦 我覺得這個我非常讚好 好 OK 那就希望你們能夠看 擴大一個一定的 我覺得到50到100人的這樣的比例 好不好 這樣才能夠更符合民意 我同意 這個也是我會有方向 因為在這個 主席不好意思 再兩分鐘 不好意思 謝謝謝謝 在針對這個媒體自律的部分 本席有一個看法 讓媒體自己來 讓媒體自己來 也就是說 這個自律的部分 NCC的角色只是把人找齊 然後讓他們自己去談實際的規範 譬如說 我們這個綁票案的新聞揭默也好 或者是說 我們對公眾人物報導的尺度也好 當我們在罵媒體是一種潮流的時候 我認為 本席認為 我相信媒體自己心中 自有一把社會道德的一個詞啦 所以我覺得 FCC能夠做到 我相信台灣也可以做得到啦 所以我覺得說 不需要說專家學一直罵 我覺得自有一定的一個自律的那個機制 所以我想請你評 這個這個建議你覺得怎麼樣 我們的方向跟委員的一樣 就是說他自己成立一個 剛剛講自我的評鑑的這個機制 他要怎麼樣處理他要自己先去做嘛 就要求他先去自己做 就是剛剛委員的想法 但是我希望這個就直接 能夠取代NCC的角色啦 不不不不 NCC你要把這些人找齊啊 不是 我跟委員報告 這個是兩個三個層次 他在這個媒體裡面 他自己要內部的 就是說QC啦 就是品質管制啦 他自己要去管制 有些東西瑕疵品不要出去的意思 你有什麼鼓勵措施啊 你這樣講 有什麼鼓勵措施啊 我們要求他做品管的這個處理 我們有沒有鼓勵啊 我想 你這樣講 這個好像講了好幾百年了 有沒有做出來啊 對 沒錯啊 現在就是 要求他們去做自立的機制的建立 那自立的機制建立 他們去建立 溫馨其實是站在最後的 如果他所有的自立 所有的東西出錯啦 或者有問題啦 才會送到節目廣告知情 我覺得這個太權威式了啦 我覺得這個相信 我相信媒體自有一把尺啦 你們也這個跟這個在這個社會的主流 以及民意的一個 主流的尺柱在哪裡 那個紅線在哪裡 我覺得 所以我們在媒體當中 他們自 比你們更清楚啦 我們也相信媒體要自立 但是結果 我剛剛報告的 是不是這個社會 對於媒體的自立 是不是已經做到合理 那他的自立 OK做好了 我們不會管他 那現在就是說 他沒有做好才有他力跟法力嘛 所以我們還是最期待的說 他們自我做好了以後 恩習最好 通通不要管 管得越少越好 這是我們的態度 沒有錯對不對 我們不要想要管那麼多事 這是我們的態度 對啊 我希望這次講的是真的 或者像之前講的這個節目廣告號 節目廣告話的東西 就是引起波瀾啦 這個就是你們 為什麼跟現在的 一般的社會所期待的判案 就是判決就是不一樣 我跟媒體報告 我們收到的 complaint的申訴電話 是無限多的 無限多的